台七十六线浦新交流道至圆林三十米圆道北侧新批道路 于108年6月19日竣工并核定路名为圆浦路 三十一日上午举行通车典礼提供给县民一条安全便捷且平坦舒适的道路 达通交通便利生活带动产业经济发展 这条路通车后对未来为我们76线路来一直到第一线 衔接可以说非常方便 总经费8亿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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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亿 这条路通车是亿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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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全长约3公里 道路全宽30公尺 有效改善北园林地区 点外交通问题 并疏解台一线 通往台76线间交通负荷 希望透过土地活化 留住在地青年 让当地民众及在地子弟 有更多发展与就业机会 这条路的开通 希望我们能够多 我们所谓的同学 来保新大 移居普世 保新带动更多的进步 这条道路在我们地方人士的命名 它是命名为原浦路 那这条路完成之后 最主要可以解决 园林市区 包括台一线 举光路、新生路等相关 比较筛车的问题 也可以解决台76线 跟台一线公水桥交流道的问题 那希望说这条路完成之后 能够带给园林 北园林以及大村 普新地区的一个经济发展 通车典礼邀请在地公庙 武尊神尊 观音佛祖 观顺帝君 持府千岁 玄天上帝 福德镇神 共同来到老类 大家以欢喜办喜事的心情 共同迎接原浦路正式通车 王县长感谢建大集团总裁杨一鸣发起 建立三位县长及民意代表 与地方士生的协助 使彰化交通路网更为完整 逐步实现美好彰化 希望城市的愿景 各位频道林俊明 圆岭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